通訪長者居住環境惡劣 又綜織建議政府優先發配公屋 比生活有困難的長者 過往政府其實是有說老人家 是真的會排快點的隊 但我們就發覺現在是越排越長 我們大概看到其實有三萬八的家庭 都是有長者做護主去申請的 如果純老人家 即是一老二老去申請 都有成二萬幾個 社區組織協會上個月至今個月 訪問了一百九十個六十歲或以上 住劏房和農屋的長者 發現九成半的受訪者 因為經濟困難要租住不適設房屋 大約五成的長者是行動不便 要用坐行架和輪椅等等 大部分居住的大廈都沒有電梯 樓梯也都沒有照明 不少長者曾經磨刻行樓梯跌傷 調查又發現九成體育的長者 不知道可以申請提出安置加快上樓 發現機制未能有效運行 建議政府容許輪候公屋 一年或以上的長者領取現金津貼 增建一至兩人家庭公屋單位等等 各個合同的長者 cción行動 編集資訊 集資訊 感谢观看